他是汉妇界的开山壁族 代表作由子虚妇 上林妇 他是历史上有名的辽美达人 一手凤秋皇堪称表白界的天花板 他是平定西南仪的大功臣 却因感情问题差点名声不保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司马向儒的一生 约公元前179年 司马向儒出生于八郡安汉 今四川省南冲市 老爸是当地一家小店的老板 孩子刚出生时 不知道是听谁说的 见名好养活 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 就给儿子取了个司马犬子的名字 没错 这就是司马向儒的本名 要知道在那时 犬子的地位就和如今的狗蛋不相上下 想想每天被同学们叫司马狗蛋 这感受是可以入选童年阴影的程度了吧 但好在小时候的司马向儒 我并没有因其影响 打小就爱读书 但学到知识后的他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字 刚好他那时候的偶像 是战国时期的名相令向儒 于是就简单粗暴的给自己改名 也叫向儒 约公元前159年左右 那时候的司马家还算有点小钱 为了儿子的钱托 老爸老妈可是倾尽家财 在儿子毕业前就托关系买了一份差事 20多岁的司马向儒就这样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武器尝试 主要呢就是负责保护汉井地的安全 但司马向儒和这岗位可以说是零匹配度 让一个文艺青年去干保镖的活 多少是有点难为人了 这不 没干几天活 司马向儒就递交了辞职申请 不敢回家 只能偷偷出去找新工作了 直到公元前155年的冬天 24岁的司马向儒才投奔了梁孝王 作为标准的文艺青年 这领导唯一的爱好就是广纳天下名士 司马向儒也凭借着自己的才华 很顺利地成为了梁王众多门客中的一员 在这里 他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文棚师友 整日饮酒作诗 弹琴唱歌 好不快活 为了感谢梁王的知语之人 向儒专门写了一首子虚妇送给领导 雷动标志 星流亭机 功不虚发 终觉必自 这灵动又张扬的文字 连王室真都评价其 运笔极古牙 精神极流动 梁王看完后 也是对司马向儒赞不绝口 更是逢人就夸 在领导的大力宣传下 子虚妇很快就成为了向儒的出圈之作 但好景不长 没几年 也就是公元前144年 梁孝王去世 一时之间 司马向儒不但失去了靠山 还丢了工作 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后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啊 眼看就要混不下去了 好兄弟及时上场了 远在林琼当县令的王吉 听说了发小的窘境后 便盛情邀请向儒到林琼 表示 只要兄弟我有一口饭吃 你绝对不会饿着 公元前143年 向儒来到林琼 王吉知道 已经三十好几的好友 还没有婚配 便操心地为其制作了一套几乎完美的宣传方案 创造相亲机会 兄弟后半生的幸福 就全靠此方案了 此后 王吉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去向儒的住处拜访 而向儒呢 总是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婉拒王吉的拜访 几次三番下来 向儒直接不耐烦地 直接闭门装死了 能让一个县令做到如此地步 到底是多牛掰的人 此马向儒在林琼县百姓的眼中 已然成为了一个大神级的人物了 作为林琼富豪排行榜一哥的卓王孙 听说了这个传闻后 马上准备设宴 只为结识下这位神秘会客 而这段时间呢 向儒也不是啥也没干的 为了这段姻缘 他每日都在家中苦练表白曲 凤求皇 今天终于等到了这个表现的机会了 这种热烈表达爱意的方式 直接就俘获了卓王孙的闺女卓文君 也就有了后来的夜逃私奔 当炉卖酒的故事 司马向儒呢 靠着老婆卓文君 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但是就这事业吧 仍是止步不前 直到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 汉武帝刘彻即位 司马向儒的又一位伯乐成功上线 一日 刘彻在无意间看到了司马向儒的那篇名作 《子虚父》 那叫一个喜欢 恰好皇帝身边有个叫杨德义的太监 也是成都人 知道自个儿老乡的作品后 想着凭他俩的关系 如果司马向儒真的得到重用 那自己岂不是也可以长工资了 于是便在汉武帝耳边多说了几句 向儒也因此成功打入朝廷 入职后 司马向儒在《子虚父》的基础上 又创作了姐妹篇《上林妇》送给皇帝 文中最出圈的就是这句 色寿魂语 心愚愚策了 别说 司马向儒的一首好文采 确实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刘彻看完向儒的这篇《心腹》 立马将其提拔为《郎种》 从此 向儒便开始了他 做官写父两不误的职业生涯 从司马向儒的人生来看 读书无用论确实是瞎扯淡的 知识改变命运才是王道 公元前130年 刘彻的第一位老婆陈阿娇 被刘彻打入了冷宫 听说皇帝很喜欢司马向儒写的慈父 为了挽回皇帝的心 于是不惜花费重金 只为买着蜀中财子的一篇《长门妇》 忽谨媚而梦想兮 破若君之在旁 替悟觉而无见兮 魂旺旺若有亡 一位久居冷宫妃嫔的愁闷悲怨 和对君王难以忘怀的心情 被司马向儒刻画得淋漓尽致 《心腹集》摸鱼儿中的 《千金纵买向儒富》 《默默温情谁素》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但除了文人 司马向儒还有另一重政治家的身份 他也一直在等待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公元前129年 向儒奉命两度出使西南 安抚家乡巴蜀的百姓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南蜀富老》 为百姓解释了通西南仪的战略步骤 刘邪曾评价这篇文章道 向儒之南蜀至文小而玉伯 有遗席之谷焉 讲明道理后 巴蜀富老都决定支持司马向儒的事业 捐钱的捐钱 出力的出力 最终在向儒的领导下 顺利平定了西南仪 但没成想 功成回朝后的司马向儒 却被人诬告收贿 而被一度废除官职 尽管后来恢复了官职 可惜上了年纪的向儒 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史记》中记载道 向儒口吃而善助书 常有肖可吉 也就是俗说的糖尿病 最终 司马向儒于公元前118年左右去世 终年六十余岁 在其弥留之际 他还给汉母帝留下了一篇风扇文 劝谏皇帝风扇泰山 总观司马向儒的一生 以慈父而闻名天下 鲁迅曾评价道 武帝时文人 赴莫若司马向儒 闻莫若司马迁 班固也曾称他为 属有司马向儒 做父甚红利温雅 他的才华不可否认 但在做人方面 他却在道德底线处疯狂试探 后世包括苏氏在内的不少文人 都称其窃财窃妻 后还差点出轨 这人品实在是不咋地 提到司马向儒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里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